《王忠文明》 《文明》 《奇典的童話》 《文明》 《文明》 顧客帮助roe 来读书 14. 石教授 您的分享 谢谢 我也不说客套话了 今天是人文跟社会科学的对话 我没有准备讲本 我想先听杨老师说 然后跟他来对话 所以昨天就欢迎一下 收到这个发汇记来的文件之后 去阅读一下杨老师的讲文 确实是人文色科学 相互对话也很好的签论点 就是讲到东亚概念的身份 它的不可犯罪性 人文学者思考问题 就是在宇宙天地 历史文化之间 人怎么样体会理解 所以刚老师前程说话 这个笨拙学能够提出一个好的办 最后还是提了一个方向 就是东亚共同体 建立提供一个抵抗地位主义 生物的基础 这个文明是在人文学者思考问题的时候 是一个思想的角度 人性的角度 那我们社会科学 就是这样 社会科学非常害怕人性 社会科学要做的事 就是如何消灭人性 把所有人的行动 都化约成自然跟社会结构下 必然的产物 我们就把它解释掉 解释掉了我就不必担心 这个世界上有什么 好像是不确定的事情 我不能控制 在我们社会科学里面 这个叫做迪卡尔的焦虑 迪卡尔就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怎么样消灭 这个不确定性 但是我们社会科学家 常常忘记一件事情 社会科学只是人类思考 它在宇宙天地 历史文化之间的一种方向 所以它社会科学也是一种 人文的脚步 也是一种人文发展的地方 只不过今天扩大了之后 我们忘记了 我们是出自一种人文的关怀 出自一种解决 人在天地之间不知不过自处 一种人文的困境 所想出来的办法 就是相信 我们不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们所有的行为 都是社会自然结构所决定的 所以今天比如说 美国去打伊拉克 美国去围堵中国 我们社会科学家 往往是要来证明说 任何一个人 做了美国总统 都会做同样的决定 所以他不必负责任 这个是结构决定 这是社会科学要做的事 虽然忘记了 社会科学其实也是一种 人文困境跟人文的焦虑 所产生出来的一场 今天反过头来 这个轻视的状态 所以今天要跟这个社会科学 要跟人工人对话 首先要认识到社会科学本身 我自己就是一个 一个人文的现象 那么刚老师是用 东亚这样的一个身份 来说明 任何一种概念 一种范畴 它的不可界定性 它在这个人类 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 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 这种流变 所以我们今天透过想象 把这个周日函 想象成是民族国家 彼此之间的对待 其实是不符合 这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中 当时的人所体会到的 这个现象 那这个社会科学要怎么样 跟它对话 这个社会科学会怎么样 去消弥这个东亚不可判定性 那么我作为一个对话者 要怎么样一方面 把这个东亚不可判定性 做某种程度的这个消弥 但是又提供它 某一种程度的操作性 让它保留了 人文的一种难度性 我其实是不是很确定 所以刚老师这个文章一出来 就赶快去Google一下东亚 这个东亚 你一Google就会发现 它跑出来不是只有东亚 因为东亚两个是放在出来 它跑出来也可能是亚动 东亚跟亚动 放在Google里 它都会跑出来 那东亚跟亚动是不一样 这个很困惑 所以你必须要 社会科学家 通过这个文本去探索 到底东亚跟亚动是不一样 因为听起来 他们两个讲的是一样的东西 我就用这个孙中山 作为我的意识 这个例子 我去做这个孙中山的这个文本 来搜索检索 看看东亚跟亚动出来的什么差别 我发现真的还是有差别 孙中山在使用东亚的时候 我不确定 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 使用东亚和亚动 在不同的五年情境里 孙中山在使用东亚的时候 确实他讲的还是东亚各个国家 还是以主权为主 那么到了这个二次大战之后 东亚它出现了这个 更多是涉及到经济发展 这个国家安全 这样的一个事 所以这个东亚比较符合 刚刚 这个字出来的时候 比较符合刚刚刚刚老师说讲的 就是我们后世人 回头去想象历史的时候 都会用一个具体的一种 位置身份 这个认为这是比较固定的 亚动 跟他相对之下 发现不是这样的 孙中山在使用亚动的时候 当然我没有深入研究 我会确定他是有意思的 所以孙中山在使用亚动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是 我初步的出钱的不一大 我的认识是 他凡是涉及到 这个被压迫的人群的时候 他用亚动 所以在亚动里面的 这个任何一个人 他可以代表 在他所理解当中 这个亚动范畴里面的所有人 那这个亚动的范畴在哪里 他当然也没有说 你就跟东亚不一样 东亚的范畴好像蛮固定的 因为这个是欧洲的 殖民主义跟帝国主义决定的 亚动这个范畴好像很不决定的 比如说泰国 也出现在孙中山的亚动的论述里面 泰国它不是殖民主义 这个在孙中山的这个论述里面 很有趣的就是 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民主共和国的建立 就是亚东的民主共和 日本的崛起就是亚东的崛起 蒙古的草原就是亚东的草原 就是在亚东这个概念出来的时候 它指示的好像都是 这个被压迫的群 起码他们之间是没有高下 他们之间是有 有这种团结意识 这跟东亚不一样 东亚是要区分的 你是你我是我 这个在孙中山的这个意思 这一顾客我就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在刚老师讲的这个亚东的概念里面 它一来是有今天这个世界秩序里面 讲的这个亚东 二来是有古代的 今天世界秩序里面讲的这个东亚 就是以国家主权为组成的 另外一方面是有这个古代历史里面 所讲的这个天下 从侧风的一个世界 那天下可能是平行的 可能是从女儿的 中间没有亚东这个领形 因为在侧风的这个世界里 不管你是平行的多的天下 还是单一个天下 它是一个阶层的 但是在这个东亚的世界里面 它是相互排气的 没有亚东这个领形 那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思考点 亚东到哪里去了呢 如果你从联合报的这个 这个知识库里面 去Google亚东 联合报里面的亚东 就会发现亚东 刚开始的时候是还有 在这个1949 1995几年开始 亚东经常出现 跟东亚共同出现 到了这个70年代以后 就慢慢消失 80年代之后 基本上没有 唯一的就是亚东关系区 亚东关系这个会 这个会也没有到后来 也要被取代 因为它不符合我们今天 台湾要追求主群国家的 这样的一种意见 亚东是 但是蒋介石 为什么要用亚东这个词 是不是也隐含的 告诉日本说 你对我是有这个solidarity的 你今天跑去跟北京建交 你违反了我们被压迫人群 这个词 就是solidarity 它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提醒 也许有 我们确定它当时 为什么会有亚东这个词 但是无论如何亚东这个词消失 所以亚东的消失 是很有趣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 东亚这样一个地方 它的存在跟它消失 那亚东跟东亚 不可避免都跟在近代历史上 这个是认为自己处于 或者具有日本身份的人 和面对日本 认为自己在日本身份之外 面对日本这群人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在亚东的概念里面 这个去区分日本人跟中国人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亚东是被压迫的图局 所以这个大亚洲主义 早年的这个大亚洲主义 它是适合这个亚东问世 可是到后来这个问世就不适合 因为这个变成是主权国家了 变成是冷战了 变成是围堵了 那你这个讲亚东就不适合了 那什么人会去讲亚东呢 就是在那个被压迫的人 那个人群里 他希望继续把所有人都团结 跟自己团结起来 让自己的渺小的地位 被牺牲被压迫的地位 能够跟更多的人团结在一起 就是讲亚东 我Google到一个东西很有趣啊 就是我们在1967年到1972年之间 这个台湾举办的亚东中美军事篮球解销赛 在亚东这个词啊 什么人来参与比赛呢 就是驻琉球美军队 驻韩国美军队 驻日本美军队 驻菲律宾美军队 驻越南美军队 跟驻台美军队 这六个美军队来参加 然后呢是台湾的四个队 陆光在保护军的年情是飞驼 空军是虹风 有的时候海军是海空队 一共十个队 每年来参加的队 可能没有不到十个队 有的时候可能住越南美军没有来 有的时候海空都没有参加之类的 我记得我最喜欢的就是驻琉球美军队 这个我小时候 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代表亚东被压迫的人民呢是谁呢 是住在各地的美军 他们当然不能够代表 驻越南美军队当然不能够代表越南 但是它是一种 它是代表越南来参加 所以帝国跟这个被压迫的 被殖民的过去被殖民被压迫的人群 它中间是平等 所以驻越南美军队跟我们的空军火军队 它是平等 那么所有的过去的殖民五国 殖民地 现在的帝国 现在的这个洛国 它们统统是平等 集合在一起 比赛 叫亚东军事 然后就几秒赛 1971年之后 半片去了 1971年是因为日本 和中国拉伦接触 跟中国接触 1972年 以后就不办了 亚东没有 亚东消失了 所以亚东跟东亚自始 日本这个身份是息息相关的 假如日本把自己看成是一个 一个单独的可以区隔的身份 那么这就是东亚 这个东亚的话 日本它就 对于东亚这个地方 它就产生了某一种责任也好 或者是权力也好 它对东亚是有right 因为它是东亚的共战 它对东亚是有obligation 因为它要负责东亚的这个心酸 如果是亚东的话 就不一样 亚东的话 它必须要去体会 这个亚东人民的需要 如果是东亚的话 它就要把亚东人民 转化成汉日人 这两种不同的 一种思维的这个方式 那我们社会科学家的研究 就是说 什么时候日本呢 就是自居日本的这些精英 或者是群众 它会用亚东来思考自己 什么时候 它会用东亚来思考自己 那面对日本 知道自己不属于日本的人 它会用 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它会用亚东来期待日本 或者是用东亚来面对日本 这里面就又有结构性 又有不确定性 它的结构性是哪里来的 它的结构性 比如说 刚刚讲说这个东亚的政治结构 它是从这个西方输入进来的 一种地域意识 它是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大量进到这个区域来之后 人们开始地域来思考 开始要抵抗帝国主义 因此自己就需要划定自己的范畴 把自己建立成一个具有主权能力的国家 这个是东亚进来之后 它进来之后 那你看待日本的时候 它就是另外一个皇家 那么如果我是在一种被压迫人群的 一种互助意识里面来看待的时候 那么我看待 比如说德副书丰 或者是看待日本的一些 这个大亚中主义 或者是东亚主义的一些思想家的时候 我就对它会有很强大的一种期待 我认为它是同情我 它了解我 我认为它会帮助我 那么它可能也真的会帮助我 它也会站在我的角度去思考 当它变成东亚之后 它就会觉得 你怎么是这么一个落小 不能够自治的一个民族 我必须要来改造你 所以我不能够从你的角度来思考你的问题 因为我跟你已经失去了这种互助同情的东西 我必须要站在东亚的角度来改造你 所以东亚和亚东就对我们的行为产生了影响 这就是我们讲的 它因为关系的脉络不同 所产生的一种对自己行为的一种约束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如果我用东亚这样的关系脉络来思考我自己的时候 就是在西洋的力量 帝国属于跟殖民族力量 强大到强加到这个区域来的地区 我在这样的一种被压迫的关系 可能是想思考我自己的出入 我要摆脱我的这种落后的身份 或者我要改造我这个落后的这个地区 那我就使用东亚意识来思考 那么你这个东亚意识就可以开始解释我后续的行为 不论是我开始可能是要脱亚落后 我要摆脱掉我这个落后的意识 我要变成一个欧洲国家 或者是变成欧洲国家公共 直接受到了挫折之后 我必须要来改造东亚落后的领方 用出东亚的角度来思考 我说用地域一种富强的一种思维 就是西洋而来的这样一个大的 这个世界的这种潮流之下 这个一个关系那样的事 或者我不是 我是属亚洲的关系的事 我开始同情 我觉得日本是不可能抵抗帝国主义 所以必须亚洲人民团结在一起 亚洲人民要团结在一起的话 我必须要把中国 要让中国能够强盛起来 要在日本的力量 要加到中国的革命当中去 而不是去试图去改造 介入中国 把中国变成是日本的一个资源 那么这个大东亚共同权的思维 就不会出来 大东亚共同权的思维出来的话 就是要去改造 就要把中国变成是一块资源 那么就要把中国打碎 比如七块论 几块论 打碎的时候 然后日本就可以把整个东亚一起带动起来 去面对这个世界 所以亚东的思维跟东亚的思维 会影响到我们行为的选择不同 这就是社会科学的思考 就是说 我为什么今天会这样做 是因为我进到了亚东 或是从进到了东亚 但是社会科学家 它不能够解决问题 我什么时候会进到东亚 什么时候会进到亚洲 所以到今天为止 我们还在这个问题上很困惑 所以我们看到不同的人的时候 我说 哎呀 这是来自日本的学者 那么来自日本的学者 我就会对他产生一个期待 我会对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期待呢 这跟我自己 在我的社会里面所处的位置是有关的 如果我思考的是一个 日本对亚洲的直理 我是从这个历史角度出发的话 那我看待了一个 我认为具有日本身份 曾经殖民过台湾的人 我可能我是一个角度 那我对他的行为是不同的 我对他的期待是不同的 我如果看待他是一个 亚洲经济的开发者 一个先进者 一个可以让东亚人傲视 西洋的一个领先 现代化的地理 那么我当然我看待他 我期待他 都不一样 我可能希望变成他一部分 我可能希望加入他 那么我的这种期待 跟我所处的位置很有关 不管跟我的 面对的 我视为日本人的 这个个人或者是 这个互动的对象 跟他自己可能 关系没有这么大 他可能不这么认为 看他自己 他可能认为 日本是一个殖民者 日本有历史的错误 我不这样认为 我认为日本是一个 现代化的国 那么他怎么办 他碰到我这样 对他的期待 他怎么办 他要有这种 这种罪恶的意思 我要有这种崇拜 崇拜 崇拜 也可能倒过来 他认为他高高在上 他可以领导这个东亚重新 来面对西洋 我可能认为他 比之不过是一个日本人 比起来 一个受益者 那这个就出现了 我现在称的状况 后日本性 所谓后日本性 就是 当我界定一个人 是日本人的时候 我界定他的方式 他能够理解 但他不一定会接受 他知道我从哪里来 我也知道他能够理解 我看待他的方式 虽然他可能不是这样的 那么他看待他的方式 他看待他自己的方式 可能跟我看待他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这就又影响到 我怎么看待我自己 所以呢 这个日本如何成为 东亚的一部分 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以及东亚和世界 如果成为日本的一部分 就不是任何人可以决定 他变成是一种 强大的互动性 跟相互改造成 那像譬如说 我们现在台湾 碰到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台湾世界上 极少的 在这个殖民母国离开之后 不是由本地人自己建立这个 是由大陆来的这个公民党 在台湾建立这个这个 所以呢 我们台湾本地人 对比我像其他殖民地一样 有一种不利和成功地 赶走这个殖民母国的这种 这种历史发展 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文化 跟历史的准备 所以我们在殖民母国离开了之后 我们还是有一种被统治的 被统治的感觉 那么面对统治者 我们要如何建议我们的尊严呢 我们当然要靠的就是 我们拥有殖民现代性 而来统治我们这个 我们哪个用 所以殖民现代性变成 是我们今天面对大陆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那香港其实也是一样的 殖民现代性 就是英国富裕的殖民现代性 对香港面对这个母国 中国作为母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香港跟台湾世界上极少的 在殖民母国离开之后 不是由本地人建立政权 而是由大陆的力量 来在这里建立政权 所以我们看待日本 跟中国看待日本 就完全一样 那日本夹在这个当中 当中就很尴尬 他要作为哪一种日本人呢 他也很困难 所以这就有了不同的关系脉络 那么在不同的关系脉络之下 人被迫要做选择 这就是人的能动性 这就是我讲的 人文学者对社会科学家 挪得很大的一个冲击 就是这个结构是不能够犯定的 因为这个关系脉络太复杂 尤其在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 已经把整个世界的文化、文文、 群体都打乱打散之后 不论是母国还是被殖民地 被殖民在这个地方的人群 都夹杂在复杂错综的这个关系脉络子 不断地被迫要做决定 这种体会呢 最后是要靠人文学者来理解 他会告诉我们为什么 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关系脉络 然后我们社会科学家呢就来研究 进到不同关系脉络的人呢 他必然会采取什么样的一种行动 可是不要忘记了 这样的一个关系脉络 决定了我们的行动倾向 却不能够决定 我们还是能够透过体会和思想 退出这样的一个关系脉络 进到另外一个关系脉络 也就改变了我们的行为脉络 这就使得这些社会科学家 完全不能够解释 为什么殖民地的人这么善变 底下从一个极度清美 变成极入清日 变成极入清中的这样的 大量的一个绝对的 昼夜之间就会发生的那种对话 那这个就是人文跟社会科学 对话之后必须可以合作的地方 这是我今天听了该老师的讲话 做该老师发言的那种体会 我讲的不一定对 请大家多包涵 谢谢